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在连续跌了好几年之后 这几天令吉变得气势如虹 连涨10天 写下14年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截至今天 马币对美元是一举升破4.49 对新元也升到了3.37 是2010年以来的最佳连涨表现 马币对美元跟新元双双连涨10天 那是什么因素 让马币越战越勇呢 两位资深财经分析师受访的时候都认为 美国生牺牲得太厉害 那自己也就快撑不住了 因此市场普遍预测 美联储没有办法一直硬下去 很快就会降息 美元也开始会贬值 因此过去几年的美元强势走势呢 将会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 这一年多来 那安华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 也让外资对我国越来越有信心 进而带强马币走势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在经历了三年腿势之后呢 令级汇率在今年的表现是比其他亚洲货币更优越 尤其在政府出台了促进外国投资的政策 并且削减补贴 以缩小预算赤字的举措之后呢 马股也重新吸引了全球基金的兴趣 那外资在东南亚同资 一般上呢 都是净卖出 唯独马来西亚是净买进的 而这些资金到现在 到今年为止呢 总共是买入了1.12亿美元 大约是5 就是5.08亿令吉的马股 那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磷 在受访时也指出 美国这些年来的经济 的确是越来越放缓 而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的十年国债回重率 他表示 在不到一个星期前 如果你投资美国十年的国债 那他的回酬率呢 大概是在4.3% 但是在短短一个星期内 他就已经跌破了4% 现在呢是3.9% 按照这样的跌势 意思是说 接下来的利息 可能会减得更厉害 而一旦利息减得厉害 肯定也会把美元压低 MRR咨询顾问公司 管理伙伴黄国华则指出 马币这一波涨势的原因 有好几个 除了因为市场预计 美联储会降息 美元开始贬值之外 那日本央行开始调高利息 也是另外一个促成因素 因为日元升值带动了 区域性的货币 包括令吉也开始上涨 他认为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是我国的经济数据 也相当不错 那我国出口情况的改善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同时统计局的前期预测 刺激经济增长率高达5.8% 也超越了市场的预期 那所以导致马币也上涨到现在的价位 两个原因 最主要是美元开始下跌 你看到美元 尤其对亚洲的货币 开始下跌很厉害 对日元也下跌了 美元也下跌得很厉害 但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家开始议计说 美国经济开始放缓 而且事业率好像开始在增加 所以大家觉得美国 这次必定是要减利息 可能是两次三次 这样就开始有一些 日前投机在美元方面 就可能就开始回转 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马来西亚的经济相当不错 预测说是5.8%的我们的GDP 我是觉得说 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 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你看到马来西亚的股市 是步步上升 越来越好 那资金流入不只是流入股市罢了 你看到综合指数超过1600点 我们的债券方面 Malaysia Government Bond 它的以后也是跌到4%以下 外资对马来西亚是越来越有信心 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 和MRR咨询顾问公司管理伙伴 黄国华在受访时都提到 马币这次连续10天上涨 除了因为市场普遍认为 美联储会降息 美元贬值之外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国的经济表现越来越好 他们也认为 在安华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下 很多国际大公司 都到我国建设数据中心 这也大大提升了 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曝光率和信心 安华政府就很积极招商引资 在一个社会去 世界各国 而且政策一直出台 一直都讲说 我们都很欢迎外资来 我觉得那是肯定有帮助的 因为毕竟他们在研究说 要不要来马来西亚 要不要在中南亚哪个地方的话 你这个政府这么积极的 很热情的邀请我来的话 它有它正面 当然同时呢 这个Data Center在流口的话呢 突然间很多啊 不只是很多跨国公司啊 不只是中国美国 微转啊 Google啊 都一直在加码投资化 大家对马来西亚 就增加了一些更大的信心 FDI进来呢 我们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是逐步上升的 所以很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 是相当正面的 所以你看到 很多大公司 在这边开Data Center 而且这种趋势是越来越高的 很多Bloomberg啊 CNBC都报道这些东西 所以马来西亚的那种 爆公率是越来越高的 经济不错 外资投资 除此之外 相关的那些行业 也是会被带动啊 黄国华指出 如果按照六月份的预测 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九月 降息到百分之五点一或以下 而明年甚至可能降到百分之四点多 接着2026是调低到百分之三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钱 放在美国的货币市场 那你的利息 肯定会一直减少 美元也会跟着贬值 因此在美国的资金和热钱 会开始撤出美国 因此他相信 令吉上升的这股走势 会一直延续到 一对四美元的价位 而战国磷也认为 过去美元强势的时代 可能也会告一个段落 那个很显然的 如果你是从中东的 你就放回中东 如果是从马来西亚来 就会回去马来西亚 所以你要撤出美国 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些新兴的市场 有那个经济蓬勃的上涨的 比如像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第二季度 如果是真的是好像那些预测的5.8% 这样是肯定是不错 所以肯定这个涨潮 不会以现在四块半就停止了 而且是越来越高 所以说从一个中长期 就是一两年的表现来看 如果美国经济开始放缓的话 这样利息一直在减的话 可能过去三五年 美元强势的走势 可能是告了一个段落 像其他国家的华币 可能就有机会回升 包括马来西亚马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